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我的观众跟我年纪差不多 或许比我小一点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应该对尤其是男生 蛮有效的 蛮有用的 大家好 我是Paul 周遇到周遇英文一起读 今天要讲的是 你的上衣应不应该塞进你的裤头里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动词讲掉 叫做tuck in 或者 untucked 所以tuck这个词就是把它这样塞进去 那这个塞进去的动作绝对不是只有衣服塞进裤子里而已 假设你今天有个小朋友 然后你把他哄上床 放到床上 然后把他的被子盖上去 他仿佛就像你的上衣被塞进裤子里一样 所以你把他塞进的那个被窝里 这个也叫做tuck in 这样子 所以有个小朋友可能跟你说 Mom or Dad can you tuck me in 你能不能哄我上床睡觉 把我放上床 然后盖上被子 然后亲一下我的额头跟我说good night 所以这是你看 你可能知道西方人在电影里面 影集里面常看到这样的动作 对不对 这个tuck in tuck in也可以是吃东西 这个tuck in就是你的头 把它塞到食物的里面去 然后开始这样吃 tuck in 这样子 所以要是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 那我是主人 我祷告完了之后就ok let's tuck in ok 再开始吃吧 这样子 所以tuck in也可以用在这样的地方 所以刚刚说的tucked up in bed 然后就是你的小朋友之类的 被你弄上床睡觉了 酷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了这个 是Reddit的一个帖子 他是一个35岁的一个专业人士 他就问了我应不应该把他的 我不应该把我的shirt tuck in 进去 因为他刚换了一个工作 所以我读一下他的原po 这个说了些什么 so 35 years old just landed a new job and doubled my salary 这个词先停一下 我现在找到一个新工作 他用的动词 这也是真的社会上 西方人比较常用的 他不会说I found a new job 大家看到I got a new job 可是也很常听到就是landed 那land这个字你可能会想说 诶这不是就是飞机着陆吗 对不对抵达一个地方 the plane landed 可以 可是也可以是找到新工作 开始新工作 so you can land a job 是这样子的 ok land a job so you don't have you don't necessarily say get a job got a job you can say you land a job 这样没问题 so just landed a new job 没问题 然后新出来成倍 我恭喜他 so I've been working the last 6 years in a super casual construction office environment 所以在他的过去六年里面 都是在一个非常casual casual就是比较不正式的 像我今天穿的一个T恤 就是很casual的 甚至你可以说这是street clothing 所以是一个很casual的construction office 所以营造公司的一个环境 办公室的环境 I haven't tucked a shirt in since I was in my twenties and because of that and the stresses of being an adult I gained more weight than I care to admit 所以他写的有点sloppy 不管了 但他们这边用的片语是对 tucked a shirt in 所以他是把这个片语拆开来 然后把他的shirt 放在中间这个手持 好 所以他 他在 就从二十岁开始 就已经 一直没有把这个衣服塞进去了 I haven't tucked a shirt in since I was in my twenties 所以从二十岁几岁开始 就没有把裤子塞进去过 呃 我 大家讲了一下理由 哈哈 理由就是他 胖了很多 OK 所以最后这边说了 I gained more weight then I care to admit 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 这个地方是 then I care to admit 这一串 这一串是 生活中很常看到的一种 构句的方式 所以在 then I care to admit 那你前面讲的一件事情 前面讲的东西一定是 这件事情 发生了 而我是 其实不太想要承认它的 呃 马上照一些其他例句给你看 假设我今天 还是一个打电动 打很多的人 其实我很想打电动 只是时间也不够多就是 但我如果今天真的打很多电动 那我又有点觉得 啊 有点觉得 愧疚 因为我一个中年人 应该好好努力工作 甚至 呃去组织家庭生小孩 养大小孩 而不是应该把时间花在 很没有意义的打电动上面 所以我可能就会 有点点这个 感觉guilty的告诉你说 啊 我打电动这个打的量啊 是多到我 事实上是羞于承认的 讲成英文就是 i play way more video games than i care to admit ok i care to admit 就是我 我介意去承认它 ok so i play more than i care to admit so i play the lottery i play it way more than i care to admit same thing 所以他都是一个比较急的结构 因为他有个 than i care to admit 这个than是比较急嘛 所以前面必须是比较急的结构 ok 没问题喔 所以再回来看一下他这个桌子 再说一次 他市场有个typo 但不管他 so i gained 他得到了more weight than i care to admit 所以他胖的已经超过他 愿意承认的量了 可以 那他的新工作呢 他说是business casual so new job is strict business casual and in a corporate building where i will be mingling with other folks likely dressed even more formally cool 所以在那边是一个 其实business casual 这两个字就是很常看到的一个词 所以如果你今天讲 你穿得很business的话 那其实是比较正式的 但加一个casual就是 再往下降一格 所以到底什么是business casual 它的范围还蛮大的 你可能多半还是会穿一个 呃 我们讲说那种就是衬衫 那衬衫你如果只讲shirt 也不是不ok 只是我他们多半会多一个 形容实战就是button down shirt 因为他有扣子嘛 所以你可以一路扣下去的 所以衬衫西方人有时候 会讲成button down shirt 所以穿衬衫不打领带 这样就是business casual 那下面当然可能不能穿海滩裤之类的 下面可能穿卡骑裤啊什么的这样 所以卡骑裤我刚刚都做了一些些那个research 或许可以直接给大家看一下一下 卡骑裤叫做car keys 還有一种裤子叫chinos 有一个网站说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只是英国人跟美国人不同的说法而已 那也有另外一个网站说他们不太一样 一个布料比较厚 一个布料比较薄 随便了 ok 那可是事实上卡骑是一种就是土色的概念 所以car keys就是土 那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 印度化那个土的颜色就是car keys 所以他们就直接把它当成是这裤子的名称了 那again其实它是个颜色就是 好所以这个也顺便看一下 所以他总之说他在 他会在一个business casual的环境工作 他就说fine cool good for you 所以他现在就问了 到底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共同看法是什么 so what's the consensus untucked versus untucked 所以在于这个塞进去或者不塞进去 大家的consensus是什么 共识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还有什么值得学的一些词 直接跳词就好了 好来unflattering yes 好所以这边说 他其实有强调一下他还蛮大值的 他说他230磅 我心里面一直是记着一个数字 由那个数字我就可以大概去gage 人家体重是多少 就是在公斤跟磅之间的变换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一下下 大概200磅左右就是90公斤 OK好所以90公斤就是大概200磅 我是一直是这样记的 所以今天要是一个人230磅 那可能就是破败了这样 OK 那所以这里说了 so the idea of tucked on my 230 pound stomach is extremely unflattering 好所以他们认为啦 就是100多公斤的人 裤子塞进去实在那个肚子不好看 所以这个stomach is extremely unflattering 所以flatter这个字看一下 flatter就是有恭维的意思 甚至我们讲说你是 if you kiss somebody's ass 所以ass kissing OK 所以kiss someone's ass 就是巴结人家讨好人家 那flatter是说的比较好听的说法 可以给大家 可是flatter这个字也可以就用在 一种比较客气的一些 一些场景里面 像例如说 你在社交场合上 人家跟你说 哇你现在的新发型好帅 所以你可能就 你的回应可能就 你除了说oh thank you之外 你也可以说oh it's not thank you that's flattering thank you ok that was flattering 好所以谢谢你 你这个说法真的太恭维我了 我感谢你flattering 可以所以unflattering就是 不恭维的贬损的优损形象的 所以再强调一下他这里说 230磅的肚子 it's extremely unflattering 所以这个字学一下下 那他甚至说他如果今天穿了一个 那个 呃完整的西装的话 他连脱下他的西装外套都觉得 他很不想要 因为脱了他就觉得不好看 so when i wear a suit i hate taking my jacket off 所以 那个 西装的 上面的那一个好外套啊 你叫他jack is ok 的 你可以说jack不是夹克吗 同样一个概念真的 所以他就是你的上衣的外面那一层嘛 那就是jacket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叫他blazer 这样子都ok ok 都ok so blazer jacket fine 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其实我 我可以再强调一下就他里面 这些人大部分给的建议都是 你到一个新工作场合先塞进去啦 你塞个一天两天 然后观察一下这个公司的大家都大概怎么穿 然后你再学大家这样就好了 所以去观察 然后看一下这个公司的vibe是什么 这是一个也是我们常讲的一个字 vibe ok and then you adapt accordingly 好所以下面这个人说 也是一样 只是有一些词可以看一下 so start talked as you can always go more casual but you cannot get a do over on the first impression 这点觉得不错 所以开始的时候塞进去 因为你反正塞进去之后 你慢慢的再casual一点也没问题嘛 可是你如果一开始casual 然后看到大家都talked in 你才开始talked in的话 你的第一印象就已经毁掉了 所以他这里才说 but you cannot get a do over so if you get a do over 这个do over就是一个蛮特殊的名词 也就是从头来过的意思 you can get a do over what you can't on the first impression 所以你的第一印象是不能do over的 没有办法 所以乖乖的先talking这样子 ok 然后再来 yes 这里说 所以这个人也同意 你一开始应该塞进去 so ditto on start talked 这个ditto的意思就是 yeah 同意 我也是ok 我也是这么想的 ditto 其实以前有个片叫做第六感生死恋 英文的片名叫ghost 就是鬼 你看这个中文翻译是很有趣 就英文的片名就是鬼 ghost 可是翻译中文叫第六感生死恋 anyway 那个片里面男女主角就 男生会对女生说I love you 好像是女生对男生说I love you 然后这个男生就会说ditto 我也是喔 他都不会说I love you too 他就说ditto 然后女生就会说你为什么不讲清楚呢 反正不要剧透了 有兴趣的自己去看 所以在那个年代 ditto这个字就一直被拿出来讨论 学英文的时候 这是我国二的时候 还是国三 不是重点 ditto 所以现在比较少看到了 所以他这边是同意 ditto on start talked 所以一开始呢 同意 你要塞进去 so you will know after your first few days how to dress 所以在一开始的几天后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穿了 tuck the shirts with a spare tire is easy 所以把裤子塞进去 with a spare tire 什么叫spare tire spare tire 一般来说是备胎 就是真的汽车的备胎 也讲给一些不知道的同学 你的汽车 在你的后车巷 后车巷叫trunk by the way 后车巷一定有一颗备胎在里面 可能还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在你的trunk里 一定有一颗spare tire 所以今天要是你倒霉 开车 不小心压到什么东西 其中一个轮胎爆掉了 然后爆胎叫做flat tire you got a flat tire 不是explode这个字 那我没有 不会用这个字 flat tire so if you got a flat tire 那你就可以把备胎换上去 你可能会想说 我没有备胎 在你的后车巷去拿出来 一定有 这个是guaranteed 一定有 那你可能说要怎么换 要千金顶 一定有千金顶 除非你买了一个车是二手的 然后前一个车主把它拿掉了 那可能才没有 可是所有的车子 它里面就一定有一个千金顶 千金顶怎么说 Jack 就是英文男子名叫Jack Jack Jack up your car and change your tire 所以spare tire 是备胎 那他在这里讲的就是你的肚子 你看就一圈 很像一个备胎一样 so tuck the shirts with a spare tire is easy 所以他来说 你要是肚子有一圈 然后把衣服塞进去 其实很简单 不用担心 所以下一句他马上就教你 so tuck it then pull until it's loose over the love handles 所以塞进去 然后把它拉出来一点点 那拉到什么程度呢 直到会盖住你的 又讲一次你的肚子 那他讲这边多一个字叫love handle love handle love handle就一样 就是你腰上那一圈肥肉 为什么叫love handle 假设想象一下你有个 我们讲这个 就只有讲两性好了 如果是 也不一定要讲两性而已 总之你的伴侣 他如果抱着你的时候 他的手是不是就环抱你的肚子上 那他的手可能就可以很放松很舒服的 放在你肚子的那一圈肥油上 或者抓着 他很像一个把手一样 因为要是你肚子真的一圈的话 所以我们叫这一圈肚子 就腰间肉之类的 我们叫他love handles 所以把你的衣服拉出来一点点 直到他就盖过你的love handles so pull until it's loose over the love handles cool 这样子 好所以这应该就没问题 这个是还蛮酷的love handles 蠻少看到的说实在 来再多看一个 我觉得我也算是学到了 给你看一个东西 就这个 OK 这什么 你没有看萤幕的话 建议你现在打开看一下 这个东西叫做shirt stay 就你的衣服 你的上衣会留在他的状态 就是塞进裤子的状态 你看他就是把你的上衣的下摆扣住 然后下面则是扣住你的袜子 所以程度上是 他就把你的袜子跟衣服连接在一起了 那他这个拉力就会让你的上衣 永远是好好的塞在裤子里的状态 还蛮酷的 我觉得 好我们看一下他这边读起来是怎么说的 所以他这里说 something called shirt stay belt google it it can be a game changer for you yeah 所以他建议说你的衣服如果想塞进去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会觉得衣服塞进去之后 经过了一整天或者甚至几分钟动一动 他就会跑出来 然后你的腰就像是那个cupcake一样溢出来 你的衣服就会从你的腰上溢出来 不好看 所以这个shirt stay 就可以保持那个shirt 永远stay在一个tucked in的状态 还蛮酷的 然后再来就是他另外一个词叫做 suspender 到哪里去了 yes so you can should you start to wear a suit and are on the heavier side suspenders are fantastic 这个should you start start to wear a suit 就是如果你竟然要开始在公司被逼着穿西装的话 so if you should start 这里should不翻成应该 就是要是竟然万一之类的意思 所以万一必须开始穿西装的话 你就买一个suspender 什么suspender就是吊带 ok 什么叫吊带 好像是 反正你知道 看过 就他在肩膀两边这样下来 然后扣住你的裤头 所以你的裤子就不会掉下去 所以你就看起来比较老派一点点 可是其实还蛮不错的这样子 好 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希望今天有学到点什么 我觉得还蛮酷的 至少学到一些字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讲 刚讲卡其库 卡其说的chinos ok 然后flattering unflattering 然后这个西装的上衣 可以叫jacket 或者blazer 好 没什么问题 flat tire 我们讲的是这个 备胎 不是备胎 对不起 是这个破爆胎 那备胎是spare tire 好了 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